之後,來,注意看 這一點,是從這裡到這裡邊嘛 換這邊,它是貼起邊緣 就是這樣子寫下來 這裡千萬不能有錯 好了,之後,再來喔,我現在開始解了 好,注意看 它這裡挖,絕對不會亂挖 所以你注意看,這裡是在 這個等角線的焦點上面 有沒有 所以我就知道,這裡 往裡面 一個刻度,再挖一個刻度 再來,看深度 把它深度喔 一樣把它往垂直線往下拉 我就知道 往裡面 就沒有虛線 所以我這裡 我畫垂直線 這裡一二三四四個刻度 所以我就知道,這裡 往這邊兩個刻度 再往裡面兩個 四個刻度 所以上四圖可以直接畫 上四圖沒有什麼 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這裡先畫出來 好,來 往裡面一個刻度 這裡往裡面四個刻度 好,來 這裡試畫好了 上四圖我試好了 對不對 好,再來喔 我現在教你喔 我現在標題 A B C ABCD喔 所以你看看喔 這裡ABCD喔 所以這一點是A 這一點是B 這一點是C 對不對 ABCD 是不是 現在這裡 ABCD 好,你注意看喔 ABCD本來是同一條直線 對不對 CD是同一條直線 所以你看看 現在對過來 對一下 A是在這裡 B是在這裡 C是在這裡 主是在這裡 直接把它黏起來 所以我這裡直接把它黏起來 C C 所以你看 ABCD 這條線是不見的 所以在這裡 還會 還會存在嗎 是不會存在的 就是 ABCD在這裡 主在這裡 OK 好,好了 之後你注意看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 處理是等腳線 跟等腳線一樣的 所以這裡就是 畫 水準線 那邊畫水準線 這裡要自己 然後 畫 畫了之後 來 這裡 這裡 這條線 CD 這條線 雖然不見 CD 這條線 不見了 可是剛才把它擦掉 你看 可是你注意看 它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是跟這裡 所以這一條線 是後面那一條線 是後面那一條線 好 好,再來 所以這裡好了之後 畫 處理直線下 畫虛線 這裡一條虛線 對不對 所以前四圖 好了之後 六側四圖 就簡單了 怎樣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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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上面 等等 這邊 這個 這條線 não在 這一條線 不是AV 這條線 是這一條線 你知道嗎 好 所以你可以看 我這樣子 一樣 鞋面上有線,一定要從其他地方取它相關位置 這樣子可以嗎? 來,試試看,把它畫完成圖喔 所以你要去拉它的相關位置喔